凡在恶下做仆人的 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 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 仆人有信道的主人 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亲看他 更要加以服侍他 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 你要以此教训人 劝勉人 若有人传异教 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 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 他是自高自大 一无所知 专好问难 争辩言辞 从此就生出嫉妒 奔争 毁谤 妄疑 并拿坏了心术 失丧真理之人的争竞 他们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 然而 敬虔加上知足的心 便是大力了 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 也不能带什么去 只要有一 有十 就当知足 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 就陷在迷惑 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 有害的私欲里 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 贪财 是万恶之根 有人贪恋钱财 就被引诱 离了真道 用许多愁苦 把自己刺透了 但你这属神的人 要逃避这些事 追求公义 敬虔 信心 爱心 忍耐 温柔 你要为真道 打那美好的仗 持定永生 你为此备照 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 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 我在教万物生活的神面前 并在向本丢比拉多 做过那美好见证的 基督耶稣面前 嘱咐你 要守着命令 毫不玷污 无可指责 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 到了日期 那可称颂 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就是那独一不死 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 是人未曾看见 也是不能看见的 要将他显明出来 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 都归给他 阿们 你要嘱咐那些 今世富足的人 不要自高 也不要倚靠 无定的钱财 只要倚靠那厚次百物 给我们享受的神 又要嘱咐他们行善 在好事上富足 甘心施舍 乐意供给人 为自己继承美好的根基 预备将来 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 提摩泰啊 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 躲避世俗的虚谈 和那敌真道 似是而非的学问 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 就偏离了真道 愿恩惠 常与你们同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